好 所谓的出乳呢 就是前几天嘛 对不对 成熟乳就是已经稳定之后的成熟乳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 那这中间呢 在出跟成熟中间 当然有几天是过渡期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大概前三天左右是出乳 然后呢 三到五天或七天左右可能是过渡奶 而五天 七天以后 其实它就是属于成熟乳 那它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原则上蛋白质跟脂肪 还有水分 其实可能大同小异 那就出在这个小异 所以在出乳呢 它的脂肪组织含量会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妈妈在挤出乳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比较难挤 然后呢 会比较浓郁 没有错 然后再来就是出乳它的量会比较少 那成熟乳的量就会比较多 所以好像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一个是这么高 所以它的量会差距会非常大 所以成熟乳里面会有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水分 然后呢 脂肪含量是出乳会特别多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我们会尽量 尤其是新生儿或者是早产儿 其实出乳对它们来讲就会非常的重要 所以尽可能的在前三天一定要依照需求为难 能够让宝宝得到 然后呢 就是妈妈里面足够的出乳 然后虽然它的量非常少 可是已经是它当时最需要的 然后而且是足够的量 所以妈妈不用担心 出乳太少 小孩会不会吃不饱 不会 因为出乳本来就是非常少 然后慢慢的到过度乳 到成熟乳 我们才可以看到一定的量 那这个是妈妈应该要去了解的 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出乳的量少 然后不好挤 所以就感觉好像很焦虑 然后很沮丧 其实一开始 让宝宝直接吸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吸到足够的出乳 然后得到足够的养分跟抵抗力